大家好,昨天赖清德在电视讲话上表示 台湾主权独立属于2300万人所有 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这就是台湾台独的定义 对此国台办表示 赖清德是宣扬台独谬论,贩卖两国论 2016年民进党上台以来 拒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推行台独分裂路线 进行谋独挑衅 是导致台湾陷入兵凶战危险境的最大乱源 对民进党当局头面人物 现任民进党主席赖清德 对此难逃其则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 反对台独分裂图谋的行动坚决有力 粉碎台独情境 维护国家主权能力坚不可摧 解决台问题 完成国家统一意志坚定不已 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 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从未分割也不容分割 只要坚持交友共识 反对台独 两岸关系就能重回和平发展正规 两岸同胞 特别是台湾同胞 就能过上和平安宁富足的好日子 台湾的台独媒体今天也发表了一篇文章 是台湾的宪法与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 我那简单给大家读一想 说圣诞节快乐新年快乐 上一周是圣诞节 当然12月25日是台湾 也被称为行宪纪念日 纪念1947年12月25日 实施的中华民国宪法 即管南京国民政府流亡到 国民党在二次世界大战后 占领的台北 台海两岸的政治联系 在1949年已经不复存在 但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 仍然为台湾带来深远的影响 1990年陆续通过的 12条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 使台湾成为亚洲最民主国家 便是一项最重要的遗产 2007年已故的李登辉 在最后一次和我私下谈话时 向我强调中华民国 作为中国大陆 旧中华民国及其宪法的正统 继承国家正当性 李登辉认为 这项法律观点至关重要 1990年至2000年间 李登辉以他非凡的治国才能 对中华民国宪法进行全面分修 在那些年里 他完成了一系列复杂且循序渐进的 宪法增修条文 将中华民国的固有疆域 重新调整为自由地区 全体人民享有充分的代义制民主 这些增修条文中 台湾自由地区的人民 有别于其他所有司法管辖区的人口 根据宪法增修条文 台湾包括澎湖和其他外岛 在政治上独立于中国 30多年来 中华民国公开立场 一直是中国是一个中性历史 地理和文化名词 在中国一词在内的脉络下 同时存在两个主权独立 互不隶属的国家 1961年 新任美国总统肯尼迪 在与英国首将麦米伦 首次会晤中 曾经针对中国的 福尔摩沙地位问题进行会商 肯尼迪坚决主张 将共产主义中国排除在联合国之外 当时麦米伦领导下的英国 承认北京中央政府 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但由于1951年 对日和平条约宣示 福尔摩沙的地位尚未获得解决 英国也认为 福尔摩沙及台湾的地位 处于未定状态 麦米伦无意承认中国 对福尔摩沙的主权要求 尽管英国1972年 与北京建立全面外交关系 但直到今天 英国仍然不承认 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 为了与肯尼迪联手解决这个问题 麦米伦寻求在联合国提出一项继承国决议案 可能性 即主张北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台北的中华民国流亡政府 都是1949年跨台的中华民国合法继承国 麦米伦若有所思的对肯尼迪说 有两个国家彼此都声称控制另一个国家 但实际上这两个国家都没有控制对方 美国建议在联合国大会提出一项决议案 声明 仅声明这两个国家都承认中国的权利 自然有权成为联合国会员 对肯尼迪来说 这个方案的好处是确保北京不会寻求加入联合国 对麦米伦而言 则是英国可以声称支持北京加入联合国 但英国认为 问题在于除非台湾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而且对中国大陆没有任何权利要求 否则恐将 挚爱难行 肯尼迪驻联合国大使史基文森建议 美国可以明确表示支持台湾 作为一个主权独立国家 有权在联合国拥有席位 北京的问题就让他们自己去操心 遗憾的是 按照蒋介石委员长指示 台北的旧中华民国政府绝对不会接受这种两个中国提案 值得注意的是 过了62年后 台湾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议题 仍然是美国外交官矛盾的称之为 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核心 例如好几个美国的媒体上周披露 美国总统拜登与国家主席习近平 11月15日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旧金山峰会 举行高峰会谈 会中的气氛并不如我们原先以为的那样轻松 峰会结束后 拜登重申美国长期来的一贯政策 他说我们维持一个中国政策的共识 他进一步重申 我不会改变这一点 这一点不会变 我们现在知道拜登总统在回应习近平主席会谈中的说法 中国倾向以和平而非武力方式取得台湾 参与会议的官员透露 习近平还说认为他准备在2025或2027攻台 那这些美国军事领袖的看法是错的 因为他并没有设定时间表 不过几乎没有人因此松了一口气 我无意告诉拜登总统美国对台政策是什么 毕竟制定外交政策是他身为总统的权利 可是在过去三年中 美国国务院反复出版和美国国会的政词中 向新闻界解释说 美国长期来的对台政策源于卡特总统的台湾关系法 里根总统的六小保证 尼克森总统的上海公报及其修正案 因此我从字面上理解国务院的立场 我逐字逐句的从这些文件中摘录以下几点 而且基于台湾的宪法正当性 请允许我就拜登总统所说的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 做出以下解释 第一美国决定在1979年1月1日起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这是持续基于台湾的前途 将以和平方式决定这一期望 二美国在台湾主权问题上立场 从未改变 这是美国自1951年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以来 一直坚守立场 即台湾的地位未定 第三 这个方面 我知道尼克森总统曾在1972年2月20日 向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表示 如果我能控制我们的官僚机构 就不会再有关于台湾地位未定的声明 不过我还是要提醒国务院 尼克森总统最后一次控制官僚机构 已经是49年前的往事 恰恰相反 我们或许可以认为 尼克森继任者从未认为 自己受到尼克森与中国秘密交易的约束 第四 在过去45年里 美国的政策一直都很明确 任何企图以非和平方式来决定台湾前途之举 将被视为对西太平洋地区和平及安定的威胁 而为美国所严重关切 第五 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但也将与台湾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联系 美国首任驻中国大使吴考克 告诉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 美国副国务卿克里斯多福 1979年2月5日 也在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公开听证会上表示 其他关系的一部分 是我们继续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的能力 这是安全重要面向之一 第六 美国维持而且继续维持抵抗任何诉诸武力 或使用其他方式 胁迫手段包括禁运封锁抵制 以及危及台湾人民安全的能力 第七 美国认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 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也无数次重申 我们对台湾的地位不持任何立场 我们既不接受 也不反对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主张 然而台湾关系法规定 当美国法律中提及外国外国政府或类似实体 与之或与之有关之时 这些字应包括台湾在内 而且这些法律应对台湾适用 第九 最后台湾一词包括1979年1月1日以前 美国承认为中华民国台湾治理当局 以及任何阶梯治理当局 因此让我们为1979年1月1日以前 美国承认为中华民国的台湾治理当局 任何阶梯的治理当局 以及这些治理当局未来可能产生的宪法 及所有增修条文至上新年的祝福 作者是美国退休外交官 曾分别在台北和北京 我谈下我自己的看法 美国外交官实际上在这咬文嚼字 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美国政府现在对台湾的态度 就是没有正式外交关系 因为实际上台湾人要想出一点 美国对台湾的态度 这个很重要 美国外交官他说的很清楚 台湾地位美国没有确定 也有什么呢 就说白了 你台湾不是独立国家 不是主权国家 这个我说的可能有点伤台湾人心 但实际上台湾现在就是这个位置 赖清德一直讲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 那人家美国的外交官就打了赖清德的脸 你不是主权独立国家 因为美国从来没承认你的主权 这个外交官说的很清楚 美国现在在台湾的所有关系是非官方关系 什么叫非官方关系 阿猫阿狗 你不是国家 你赖清德不是什么副总统 你到人美国去 不接受正式援手待遇 听懂没有 赖清德 你台湾不是主权独立国家 这是第一 而且里边提到最关键的第七点 美国认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 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无数次重申 我们对台湾的地位不持任何立场 既美国不接受也不反对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主张 这个台独想清楚 美国这句话对你们台独非常重要 对中华民国也很重要 也就是美国对台湾独立 拥有主权 美国并没有承认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美国并不反对 同样 美国也不支持 美国与台湾之间的关系 并没有台湾想象的那样 美国支持台湾的主权 支持台湾可以从中国独立出去 这句话非常重要 也就是说美国要置身世外 让台海两岸自己去解决 美国提出的条件 和平解决 但是和平解决 美国又向台湾提供武器 也是什么意思呢 美国要通过自己不承认台独 不承认台湾独立 来永远掌控台湾 把台湾当成自己的战略棋子 就像我 对吧 我把你台湾就当成一个 对吧 你可以想象 我就喜欢台湾 台湾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姑娘 但是我就不娶你 但是我呢 又每天给你钱花 每天呢 又从你这儿获得很多好处 又摸呀 又抱啊 又亲啊 又老啊 对吧 你的人呢 又都是我派的 对吧 三个党 全都我的人 我又长期掌控你 那这样的话呢 我既不用承担什么 我跟你结婚的义务 我不用保护你 你呢 对我来说 对吧 别人想摸你 想抱你 想亲你 对吧 包括中国大陆 希望和你 对吧 拥有实质关系 那我美国呢 我不支持 我也不反对 台湾大概能理解这个意思了 就是你台湾这个漂亮的姑娘 对美国来说 我不支持 也不反对 当然我每天呢 还必须控制你 影响你 什么好处呢 就是有一天 你和中国之间的关系 我可以通过你来影响中国 通过你这个台湾这个漂亮的姑娘 来影响中国大陆 这样的话 我和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呢 能够通过台湾你 获得进一步的我的利益 那台湾是什么就清楚了 台湾都不是小三的问题了 大家知道苏联有一个叫燕子 叫女间谍 长得很漂亮 专门去勾引别人 台湾就是个女间谍 就是个燕子 靠出卖身体 对吧 然后别人呢 又对你可以不负责任 我不反对 也不支持 你们想怎么弄它 是你们的事 但是我呢 一定要什么 我一定要掌控它 掌控它 我是不是让我出钱 出枪 出炮 是吧 控制台湾 政治生活 全部被我美国控制 又搞了一些政党 又搞了一些意识形态 牢牢控制 所以台湾现在变成美国一个工具而已 你说美国对台湾有什么义务 没有 没有义务 你只是人家美国手里的工具 所以我一直在讲啊 这个美国呢 他对台湾现在这个心思啊 所有中国人啊 所有中国人 包括海外华人 应该看懂了 包括你拿着美国护照 你既是美国人 我觉得你听完我今天讲 你也知道美国想做什么了 如果是好人家 谁会这么做 如果心地善良 是一个正派的人 他不会这么做的 我就喜欢这个姑娘 那我明媒正娶 对吧 我们正式建交 正式建立关系 我玩这一套干嘛 我不想祸害人的姑娘吗 想把人的姑娘当工具吗 正派人是不会这么做的 我觉得受过正统教育的人 也不会允许这样发声 那么美国就是在这么做 这么做什么目的 所有中国人都应该想明白了 就是要准备打台湾牌 要是有一天我对你 对吧 可以不负责任 对吧 我不反对 我也不支持 那未来呢 你的下一步 我可以掌控 为什么 我支持你独立的话 两岸是不是打起来 两岸打起来后 我美国在中间 是不是可以利用台湾 来削弱中国 就像乌克兰一样 这我一直在讲 就是美国一直 在打台湾牌 而台独一直不愿讲 美国对台的政策 而老讲大陆对台政策 包括赖清德这人 总讲中国对台湾怎么怎么样 而不讲美国对台湾怎么样 为什么 他是美国亲生的吗 民主自由吗 你看那个党名都是吗 他能讲美国爸爸是吗 美国对台湾的很多政策 台湾人一定要想清楚 美国现在把你就当成工具 未来美国对台湾的很多行为 是不可预测的 台湾你真的爱台湾 你要想清楚一点 美国现在拿自由民主这些东西 说因为制度不同 所以你跟大陆之间 特别是李东辉修改了一个宪法 咱们互不隶属 台湾的宪法只管到自由民主 自由的人民 为什么让中国很多人说咱们中国也自由民主了 是不是两岸能统一了 这是幻想 美国马上又有其他方法了 你不能自由民主 你还得独立 你还得碎片化 你记住美国有的是方法 一环扣一环的要撕裂你 碎片化你 海盗 墙盗 到处煽风点火 你家大门常打开才好 我进去抢你东西 让你卖儿卖女 煽风点火 把你的财富全部抢夺走 你把大门打开才好 是民主自由 所以大家一定要看懂 不是说自由民主这个东西 美国就会同意中国统一台湾 不是的 所以美国的想法很简单 就是用台湾来影响大陆 打出台湾牌 这就是我这个频道一直在讲 为什么我支持武统 你看懂美国所有的背后的底层逻辑 美国最后是要什么 出卖台湾 点燃台海 那么中国呢 中国其实没有什么想法 武统就完了 现在这个世界也不是说你美国说了算的 对吧 你美国虽然实力强 但是你现在和20年前30年前比 你现在实力也并不应 并不是全世界的霸主 所以美国实力在削弱 所以时间在中国这边 所以你看到所有的事态发展 都是向着对中国有利的方向 那么美国打出台湾牌 那么也就进入了倒计室 这就是我一直在讲 中国一定要做好武统的准备 而台独是不会告诉你这些 所以我希望台湾人通过今天的讲解 好好理解大陆人怎么想 大陆人是不相信美国的 而你台湾是相信美国的 这就是根本的区别 你只要对美国产生怀疑 通过我刚才给你的逻辑 你自己分析下去 你就知道中国的所有行为背后的逻辑 中国要保证自己的安全 另外台湾如果宣布独立的话 中国不动手的话 那么中国会出现社会的动荡 共产党不能执政 那这样的话会中断中国的和平决起 那么也就是说美国看准了这个机会 要宣布台湾独立 那么中国一定要防止台湾宣布台湾独立 那就只能进行武力的威胁 也中国做好武统的准备 逼美国不敢打台湾牌 那这样反而让什么 让台湾获得了和平 中国的武力统一台湾 中国的军事演习 限制了美国在台湾 打出台湾牌 台湾一定要看清这里面逻辑 民进党台独 它是不会告诉你的 它是一环扣着一环的 我这个频道最重要的 就是给台湾人普及了整个两岸 现在发生的地缘政治逻辑 台湾太信任美国了 好好想想美国都对你们做了什么 1979年中美建交 当年对你们做的 你还在相信美国 那我只能说 你们台湾被美国当成地缘政治工具 只是时间没底